现在这个水已经静止了 我们打个灯过去看一下 能看到已经好多虾在那里游来游去了 下面那一层能看到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鱼丸的龙哥 现在我们也喂了一下鱼 但是这些鱼太狼了 不是太饥饿了 所以下面的我们的西洋谷都吃不到 所以今天我打算录一期节目 是敷化一下我们的风铃虾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敷化风铃虾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调我们的盐的比例 还有我们去怎么敷化 现在今天来录个视频 走了 好了 这是我们从花地湾买的两块钱一包的海盐 现在已经用了好多了 买一包能用一年了 用一年还有一半 这个是我们的瓶子 其实我都是用可乐瓶子 但是最近老婆不让我喝可乐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就好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盖子 用个可乐瓶的盖子就可以了 然后一勺盐就可以了 就这样对 这么一多多一元就好了 好了 这吃饭子就可以敷化的了 然后然后像我们兑水 把它兑满水 然后打氧气就好了 现在去装水 我们装水的话装满 差不多满就可以了 可能像我们还要打气 像我们喝水的大碗瓶就好了 然后那边的是我的几个小螃蟹 这是冰箱下面的是几中盒 我的凤莲箱 现在去 这个是小螃蟹 对 这个 我用一个盒子 放了 这个是棕乱 这个是我的凤莲 削软要放到极栋里面保存的 不然的话它会快掉了 这个我已经放了一年多了 其实一年多有好多都是快掉的 但是平时也很少用 这个是我们的水 下面的盐还没有完全融化掉 我们现在搅拌一下它 把它基本完全融化掉就可以了 放多少是我们自己想孵化多少吧 随便放都可以了 我今天想多孵化一点 就多放一点点吧 好了这么多就够了 好像现在这么热的天气 可能要15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孵化了 如果是天冷的话 可能要24小时以上了 好了现在就下个氧气帮 去打个气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是我们的氧气帮 是我从某宝上面买来的 20来块钱吧 是我捉鱼的时候专用的 因为我去野外捉鱼 所以抓到的鱼要打氧气 就用这个去打了 带上这个充电板就好了 来这样 不要油气在气局在动它 很快就可以孵化了 但是上面有水都烫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盖子在上面 放在窗台上有点阳光有点温度 孵化的更快 好了我们看一下就放到窗台上面 这样把这家有点快阳光 让它孵化的更快 可能今天晚上就有收藏了 好了这个方年虾我们已经孵化了 有24小时了 要出来的基本都出来了 看到我们上面的已经很多浮卵了 就是快掉的 孵化出的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方年虾放在冰箱里太久没用了 所以它的孵化率也下降了 所以说有朋友买了方年虾暖皮去的话 要尽快孵化用掉了 不然这话就浪费了 我们现在炒出来 等一下观察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好了等一下静止就可以观察一下了 好了现在这个水已经静止了 我们打个灯过去看一下 能看到已经好多虾在那里游来游去了 下面那一层能看到吗 能看清楚吧 但是上面的太多浮卵了 这上面的是已经块掉了 下面的话就是一层厚厚的 等一下我们要尽量的把这些虾壳都弄出来 就可以拿去喂鱼了 好了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个虾壳去掉 然后去拿去喂鱼了 其实分享起自己第一次浮华方年虾的时候 好多老前辈都告诉我是很简单的 但是自己没敷过就不知道 其实自己现在尝试了 敷过了就知道真的很简单的 简单粗暴一点就可以了 盐不用说是多少 我们用一瓶子盖就好了 水的话就一瓶子水也好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我是被鱼玩的龙哥 记得我们的方法是简单粗暴就可以了 说什么 关注费鱼玩的龙哥 好的 贵鱼说关注费鱼玩的龙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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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